各位SUPERMOTO8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每週聊車的單元 我們今天要聊聊車 你剛剛我們在設定的時候 你直接講了一個標題 來你就講吧 你說外觀長得很醜 你剛剛不是這麼 你剛剛沒有這麼的微碗 你剛剛我們這車真醜 這車確實就是大家沒有那麼喜歡它的外型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SUZUKI的GSX S1000 GT 其實如果大家夠了解的話 S1000 GT就是SUZUKI當家的跑旅車款 然後是公升級的 他們其實在2021年9月的時候 就發表全新的大概款車型 那稍微慢他們接車一點點 然後接車跟大家回顧一下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SUZUKI的GSX S1000 他們也在去年歷經的大概款版本 然後他們大概款的外型 長得像MSX的車頭 MSX 1000 沒錯 本次他們全新的S1000 GT 哇這車頭真是更突破 你知道這車頭像什麼嗎 像Ducati加YAMAHA R1 而且我們在2022年的今天 我們現在還可以說 那個日行燈長得有夠像YAMAHA的MT-10 對還蠻像MT-10 所以這車基本上就是集結了各家的設計與會 在這台車上 非常的特別 而且我要必須講 我覺得它車側的整流罩線條 也有點像Hawasaki的Zinja以前 有那麼一點那個感覺 對 所以這車那時候我看到照片 就說這車有種好熟悉的感覺 不過它的外觀整體上呈現的方式 我覺得就還蠻好 其實我覺得也還不到很醜啦 就是有一些比較奇特的地方 那你看久了就習慣了 對 好那正經來介紹一下 首先它的外觀呢 車頭部分有一個上揚 很像眉毛的LED日行燈 然後另外再搭配它兩個 很像R1車頭燈的大燈造型 所以整體上來講 這個車頭看起來 其實侵略性還蠻強的 運動感還蠻強的 車側呢 當然它就是一台跑旅車 所以它有這個龐仔有整流罩的設計 不過我蠻有意見就是它的車尾 它這個車尾的造型怎麼看 就是Suzuki自己家的Vistron 1050 跟Vistron 650 對 我記得同樣的話 你在S1000就是街車版發表的時候 你也講過 你就覺得這個車尾看起來就沒有改 所以我覺得Suzuki他們的做法就是 反正我把頭改好了 那車尾就是留跟前一代一樣也沒關係 反正大家都只看頭 Auto只要做得夠奇特 大家都會把注意力放到頭 就不會去關心車尾 而且它車頭總是一個比較尖銳 比較銳利的設計 可是它車尾弄了一個比較圓潤 很沒有侵略性的車尾 所以你從屁股看過去 你就覺得前面那台車就是一台 很溫順的車 沒錯 那我個人比較有意見的一點 是它這個前面的這個原廠風鏡 它這個原廠風鏡就是一個不可調 而且是固定用鎖定鎖在上面的風鏡 我記得我當初看影片的時候 你如果要更換 你要把這個鎖點拔下來 就拆下來 然後換一片長風鏡上去再鎖上去 等一下 所以它不是上下可調 它不是那種什麼手動上下可調 它就是你要直接拆下來 這個你還要是買一塊風鏡 對對對 瘋了嗎 這是瘋了嗎 好啦我們真的有點難以理解 Suzuki他們在對於車輛製造 可能這個是節省成本吧 有可能 就是少裝一個模型 也有另外一個可能是他們在2021年的時候 把Hyacobusa復活的時候 他們公司的開發成本可能就沒了 可是它也沒更新什麼 不然就是那個啊 我知道啊 Alice Ring 把Mono GP 場所摔到 摔到他們公司沒錢 Suzuki的這台GSX-S1000GT 它同樣搭載的是999cc的並列四缸引擎 最大馬力的是152PS在11000轉收爆發 最大扭力的是106牛頓米在9250轉收爆發 懸吊部分他們採用的是KYB的43mm 全可調的導力式前叉 配上多連桿的這個單槍後避震 那前煞車他們也非常棒 用上這個Brembo的輻射對四卡鉗 310mm的浮動碟 後煞車則是單活塞卡鉗配這個固定碟 弄成這個動力搭配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因為畢竟這顆引擎就是傳說中的阿魯引擎 已經用了很多年 然後可以在像是S1000 還有本次的S1000GT 或者是Katana上面看到 另外像這個懸吊配置 我覺得應該也跟過往這些運動街車的配置是差不多 是沒有錯 他們這一次除了外觀上面的更新之外 他們在電控部分 他們其實也做了蠻大的提升 那相對你剛才前面講的這些車款 他們在電控這次真的是進化的不小 首先是這個儀表部分 他們換上了6.5吋的全彩TFT儀表 Suzuki終於有TFT儀表了 因為過往我們在介紹Suzuki車的時候 最大的吐槽點 就是他沒有一個漂亮的儀表 來跟上現在摩托車市場發展的角度 這一次6.5吋的TFT儀表 他們也導入了手機連線的功能 可以透過這個按鍵來操作導航 音樂 通話 甚至還具備形勢力的功能 騎車出去的時候可以提醒你今天還有什麼工作沒錯 聽起來好不開心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還有形勢力的功能 真的太糟糕了 對 非常的特別 電控方面他們這一次也導入了像有電子油門 進退開牌 離合器輔助 定速巡航等等 另外他也具備有三種不同的動力模式 來對應你不同的路況 雖然他的CP值你摊開規格表看 我覺得Suzuki的車可能都不會是 紙上PK的時候最有CP值的車款 可是他的電控系統一直都是我們實際試過之後 我覺得日系車裡面表現最細膩的感覺 我記得像他的進退快牌 在這個大爐上面 對 就是Ben一直非常稱讚 他說那個腳桿什麼的 只是媲美歐洲車 你看我們之前試乘Hajabusa 那個整個電控介入的細膩度也是很棒 所以這個車廠其實是有一種被埋沒了好車的感覺 對 而且他的車其實都很好騎 像我自己騎過Katana S1000然後S75 這幾款車其實都非常好 其實是很好上手的 騎起來我覺得甚至說比同級車再稍微輕巧一點 我覺得很適合新手試乘 Suzuki GSX S1000 GT 他們在海外開出的售價是11599英鎊 換算台幣大概是44萬元左右 那我覺得這個價格其實 因為台灣Katana賣50幾萬 對 我覺得他如果進來 可能也是差不多落在這個前後吧 沒錯 可是我覺得在Suzuki他們公升級的重機 現在有Katana的狀態 還會不會引進這台跑旅車款 我覺得也是值得大家可以持續觀察一下 覺得調性蠻不一樣的 是沒錯 可是你知道他們自從進來Katana之後 他們那個S1000就沒有賣 你說街車版的就沒有賣 所以我在想說他們是不是針對大型重機的產品 先台幣機車會稍微再保守一點 尤其是這種公升級 就是價位 那他可以把Katana停掉賣新的S1000跟S1000 GT Katana應該是比較香 我覺得Katana應該是比較香 不會吧 新的S1000看起來也還蠻特別的 我覺得應該會有人 MSX 應該會有人喜歡 說不定騎MSX想升級就直接升級 多一個0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台車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以上就是我們針對2022年式Suzuki S1000 GT 所帶來的介紹 請持續鎖定我們SuperMotoA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